您现在所收看的是SET三路新闻台 我是新观点 我是新观点 欢迎收看我是新观点 我是新观点 再见我们的爷们管爷怎么说呢 他说哎呀台湾的物价 世上跟亚洲比起来是非常平稳 萧继伟就抨击说 我的管爷怎么回事 他不只是爷们 而且是住在宫廷里的爷们 管爷你是吃米不知道米家吗 你是吃地不知道地家吗 世上现在物价真的涨翻天了 老百姓痛苦不堪 而且为什么老百姓会反弹这么大呢 因为笨蛋问题在加薪 我们都来谈谈管爷 同时来谈谈到底 为什么郭台铭这一次 哇几乎是一网打尽呢 只要你被台湾Google录取 拿着录取单来 乘三倍 乘三倍到底有多少 等会来告诉你 我们赶快来介绍来到现场的来宾 是资认媒体员王瑞德 阿关好 大家好 康仁俊 阿关好 阿好 好想去Google上班 新西门副社长陈东好 阿关好 大家好 以及Smart总编辑 朱吉忠阿中哥 阿关好 大家好 财经专家 黄世聪 阿关好 大家好 陈哥带你来看 这个Yerman怎么回事呢 这一个要几克 200克 一个200克 端午还没到 南门市场老字号 已经接到订单 像这种胡椒粽子 就是长长的一条肉 热乎乎拨开粽叶 传统粽 少不了大块猪肉 价格飙到一斤120 糯米30斤装 也贵了100元 70年老店 悄悄调涨 这个礼拜10号10号调整 因为肉涨价 摊位前用麦克饼写上新售价 鲜肉粽从45涨到50 蛋黄肉粽55涨到60块 双咸肉粽变成65 精华火腿粽一个70块 即使涨价 老板娘边包边万台 现在就是慢 涨一点慢一点 物价涨 南门老店几乎hold不住 到了端午能不能恢复平稳 公平会不敢保证 你们能不能够跟我们保证 今年的端午节 我们的粽子不会涨价 对 跟委员报告 我们现在库存有相当数量的弄 我要你要不要保证 你们两位跟我们保证啊 立委痛批 去年10月就有学者警告 猪瘟将导致猪肉飙涨 不止农委会毫无对策 公平会查假慢半拍 国发会主委管忠敏还在耍嘴皮 当常买吃上便当 我有注意到有些价次 我注意到 他找了两次 大概10%到15% 以前我记得他找钱 后来我在那边等他找有钱 他没找我就知道他涨价 不止便当涨 粽子也提前反应 今年端午涨价潮 管主委恐怕免不了 三连新闻台北送不到 管主委真的是住在深宫大院内 完全不知民间疾苦 说实在的 管员不知民间疾苦 也就算农委会在干嘛呢 这件事不是农委会管的吗 然后猪价农委会不管 统统是公平会在管事 甚至不敢保证 这一次的端午节 到底猪价会不会持续在盘新高啊 关公平会当然不敢保证 为什么他们都不上菜市场 当然不知道现在物价是多少 所以借人是吃低 不知道豬家 吃米 不知道米家 最夸张的是呢 管中美他在立法院答询的时候 他讲说我们台湾的物价 如果跟亚洲其他国家相比的话 叫做相对稳定 结果你这个话一出来 马上去弄 什么口都相对稳定 他自己有点忘记自己讲什么 因为他后来讲说 我最爱吃鸡腿便当 但是我知道最近鸡腿便当有去 那你问他说为什么去 他说因为以前我找钱 他都会找我钱 结果我最近去买的是 买了这么奇怪 怎么没找我钱 我才发现原来起家了 所以要让我没找他钱 就知道起家了 不是管我们财经大事的吗 所以我们就会真的必须要告诉管主委 重点真的不是物价所谓的相对稳定 我也知道相对稳定 相对稳定在起家嘛 重点是什么 就是我的薪水根本没有涨 这才是问题嘛 所以为什么 社会涨价我们就痛苦不堪呢 管主委啊 笨蛋 问题在加薪啊 没错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回来 就是说 当我民众我的收入没有增加的时候 你稍微欺负5块10块 这倒没掉 不是你吃鸡腿便当的问题 你看多少人敢说 我今天要吃鸡腿便当 鸡腿便当 台北市一切的 最后要911%啦 只要你吃鸡腿而已嘛 好 我们现在再回来看 你说加薪 政府常常说要加薪加薪 你会去郝隆斌 是话说 哦 5月1号开始哦 只要是我台北市政府下面 所有的聘务人员 我都加薪 让你们吃白骨饭对吧 今天有人出招了 郭台铭 洪海董事长 郭台铭他出招了 人员是让我们吃白骨饭 对哦 他出招的原因很简单 他说你Google 就一间公司有做Google嘛 你来台湾印针100个完工 结果没有让大家删得很大片 我洪海要应征1万5千人 你怎么给我一个小小的版本 他说没关系 5月1号加薪是 我从4月1号开始我就加 加薪他怎么加你知道 只要是我洪海旗下事业局的员工 年薪在120万以下 最少加薪3千块 而且是每个月加 你有听过每个月加薪 我第一次听过 一年都可以加薪一倍 让的乌米董会的 竟然郭董事越越加 每个月加3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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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这个不够欺骗 气魄最大的是 郭台铭在这 怎么讲呢 他说 如果你拿到Google的录取单 不得了 他给我什么新鲜 你知道吗 对 所以你知道 他的针对性当然很强 有什么 我要做的东西 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机器 这都是我要做的 好 你说Google自己印针 好 没关系 你只要Google录取你 你来我这里 事业情下事业局 这么多对不对 两倍到三倍的薪水 三倍啊 观众朋友 Google年薪多少 等会要为你揭开谜底 那你就把它乘以3 就是你到鸿海上班的年薪 但是你要拿到这个 三倍的薪水 首先你要先被Google录取 拿到那个录取单 好 所以怎么样 能够被Google录取 我们都会再来告诉你 好 郭台铭大带讨论 非常热烈的是 哇 他记住两招 一招是Google录取 乘以三 一招是月月调薪三千块 有没有可能引起蝴蝶效应 因为之前他在大陆的调薪工潮 就是他引爆的 对 那这个调薪工潮 当时为什么 因为东西也在打流 会事业体 我都这个富士康 那当时曾经不断的 有爆出来说 什么员工跳楼 或什么这个事件的时候 连十几票轻生事件 那结果当时你知道吗 中国大陆的这个中央 很奇怪 特别有去做他的报道 当时有人觉得说 你是被打压富士康 没有炮戏 你知道 结果你知道 郭董他当时用了几个招数 轻易的化解这个危机 那个事件 我印象深刻是 中国的中央电视台 哇 中央电视台很少 针对某一个企业 狂追谋打 而且他还派援握抵到 他还握抵二十八天 所以当时那个新闻 真的非常惊悚 记者握抵富士康 结果握抵出来的讯息 就窮追猛打 郭台铭生气了 当时就一直做说 他是血汗工厂 给人家薪水很低 郭董第一步 先加薪三十三趴 当时贾博士还在的时候 他们说不快 你们怎么做 我站走你三趴 结果第一步 加薪的时候 我跟你讲 大家就说 你加薪啊 好像不是 你说的这么败 我跟你讲 他接下来第二步 我再给你加薪到六十六趴 哇 三十三趴 又再到六十六趴 再加薪加薪 加薪 我加薪给你啦 结果你知道 这一出来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 问题就开始来了 问题不是在郭董 你知道 旁边的工程会 开始看 哪一个公司敢这样 加到六十六趴 而且你这样 加到六十六趴之后 所有的工人 通通到富士康去上班了 我跟你讲 你不要以为他结束 第三步 我一次到位 加薪到一百二十八 哇 哪有人加薪 是用倍数算的 你在讲我是血汗工厂 我加到一百二十趴的时候 你知道那产生 什么样的效益吗 第一个 大家讲说 我什么血汗工厂 怎样这样 可是你知道 当我加薪到一百二十趴的时候 当时在中国大陆里面 一个叫本田的 他们也有在 闹这个罢工厂 你知道 这一加薪完蛋了 带动所有企业 通通都要加薪 因为你不加薪 没办法平民院 因为你不加薪 找不到工人 但问题是 你加薪成本就要增加 对不对 你觉得有多少企业 跟他做同行的 有多少能够跟他一样 这样子给他加薪 所以接下来你看 尤其是制造业 制造业的毛利 也不过就是三趴五趴 被他这样一狗 人工的成本 马上要增加 对不对 你想想看 一两年之内 所有的 在竞争对手 都都全都都都去 所以你看他加薪 看起来好像很阿萨利 一刀砍死 所有的竞争对手 而且还爆破了 中共的连环剂 没错 因为当时他使出的招数是 无上线 什么叫无上线加薪 我听起来觉得 我想工人很开心了 但其他的厂商听来 批批错 无上线加薪的这个政策 一出来就 哇 中共吓坏了 是不是有可能引爆 全中国的供运和供照 我真的 因为后来 中国呢 全中国从沿海到内陆 通通加薪 而这样的情况 有没有可能在台湾复制呢 因为我们刚刚说 从没有听过加薪 是double的 或者是倍数加薪 就有听过present的 郭董做了 那时候在中国大陆是 1.2倍加薪 就全中国都跟着加薪 这次在台湾更狠 是三倍加薪 是Google的三倍 而且Google吸血 已经非常高了 有没有可能引起风潮 引起骨牌效应 引起蝴蝶效应 但大家想不通 郭董到底在打什么算盘呢 石头 为什么他针对性这么强 我就要Google的人 为什么不是微软 为什么不是IBA 就是Google呢 因为我们看到最近 这几年Google的发展的脚步 包括说像什么 无人的车子 甚至机器人的方案 事实上郭董也都想要做 郭董是巴着Google 一步一步的往前做 所以Google要的人才 当然郭董也要 而且Google要的人才是怎样 他说他需要 有软硬体结合的能力 然后你有单独开发产品的能力 这个郭董也需要 而且你知道Google现在在台湾 他开出月薪大概是多少 20万台币左右 哇那如果可以三倍 就是60万 所以郭董要有这个准备 他如果60万的话 付的钱比Google在美国的工程师 都还要高价 所以他为什么 非要Google的人不可 有没有可能就像你所说的 他要做的 就跟Google要做的事是一样的 是没有错 所以你Google要的人 就是我郭董要的人 所以这个郭董很多模式 也是比照Google的方式 像我们昨天不是看到一个 所谓红海的这个战情室 不是曝光了吗 我们看到战情室里面 包括说有17个这个60寸的荧幕 组合起来的一个大荧幕 那里面的话 它是无耻化的一个环境 他说这个我们是国际化公司 所以我们要比照这个Google 打造我们所谓的战情室 大家要 就是他神秘的战情室 手度曝光化 听说很高科技 里头连个白板都没有 是没有错 他们里面就成立了所谓的 红海未来八平一云的任何的计划 而且他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任何的时候都可以做这个讨论 公开讨论都没有关系 就像我想到 Google有个神秘的实验室 对 叫做Google X 对 这个大家听起来都觉得 非常非常的神秘 对不对 他这个Google X这个实验室 在他们的总部 大概两英里的左右的地方 那其实他建筑物不是很齐言 它是那种英国 很像美国老式这种砖块 搭造而成的这个房子 那你看里面那个房子 你看起来不怎么样 那里面听说 很多秘密 充斥的 人家请我说 充斥的各式各样疯狂的科学家 为什么叫做疯狂科学家 它里面有100项研究的项目 100项研究上是什么 它说未来能够改变 人类生活的100项神秘的 都在这个神秘的Google X里面 对 因为它主导这个业务的 叫做Google的这个创办人 叫布林 它说 它说我们Google 是要做一个50年的企业 所以我看的是未来50年 未来50年能够改变人类的 我都做 所以它里面的话 听说有非常多疯狂的项目 你想象不到 那点什么疯狂的项目呢 为什么这次郭董会开出条件 说只要是Google录取的人 我就三倍年薪给你啊 因为我们刚刚也谈 很有可能 郭董打的算盘是 Google要做的事 就是我要做的事 所以我要找跟Google一样的人才 那刚刚你谈到 他神秘的Google X里头 到底Google这几年 在玩什么把戏 准备要做什么事呢 对 我们看到说除了Google的 之前的Android的手机 Google Map 这几个大家都知道 今天我们不是看到一个消息吗 它有个药丸 吞进我们的胃里面 它可以侦测 我们所有的人里面的 所有的状况 然后它在这边贴一个 这个皮肤贴上一个侦测器 它可以知道我们所有的血压 甚至我们胃里面的状态 它全部知道了一清二楚 这已经经过美国FDA的认证 可能在未来几年就会出现 那当然最人类影响最大 有一个叫做平流程气球的 这个Wi-Fi气球的计划 平流程气球 对 所以它是气球啊 它不是气球 它是一个网路设备 它是一个网路设备 对 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说在这个一个气球下面 它藏有这个网路的相关的 这个宽屏网路相关的 是这个画面吗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很像我去澳洲做的 这个气球 对 它其实就是这个概念 它上面是个气球 里面装了各式各样的 宽屏网路的设备 那它为什么要让 它发射到气球上面去呢 发射到天空上面去 我们知道大气层 除了这个对流程 对流程是空气很不稳定 对流程的上面叫做平流程 那平流程 它这里面的气流流动 是横向的流动 它没有垂直的流动 所以它这个平流程里面的气流 是非常非常稳定 那Google为什么要发 这个气球上面去呢 它发到上面去之后 它透过上面的宽屏网路 它可以涵盖下面的 这个宽屏的宽纹 是非常的广 我们在平面上 我们还要建这个 你可能还要设很多热点 它不需要 它就在天空上面 它可以涵盖的范围 非常的宽广 所以它说 根据Google的预估 它只要打大概上百个气球 几乎全球未来的 这个宽敏网路 几乎都可以涵盖在里面 它不是电信公司都没得混了 是 在全球电信公司导电 没得混了 所以再加上Google做云端 对 郭董又做云端 然后他找跟他一样的人才 再去想到郭董要做四季 整个联想就知道 郭董到底在打什么算盘了 这是很像FB那个时候去买无人机的盘算 FB最近买一个Titan的无人机 它也是一样 它也是要做一个所谓的 它也是要做云端 对 架设它的昆平网路 它那个概念就是说 它也是在平流程 飞机在那边一直飞 一直飞 绕着气球 绕着地球飞 绕着地球飞的飞机 而且是无人机 但是上面架着各式各样的宽品网路 飞机好酷 对没有错 而且它是太阳能发电 所以它可以一直在天空上飞 一直飞 就像说Google的这个气球里面 它也说Google的气球是聚力以稀 建成的 它这个材质可以用好几年都不会坏 所以我们看到说 他们未来想法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云端 就是宽品网路 然后加上Google之前的无人车 其实这个跟郭台铭想的 不是就是一模一样吗 所以Google最近做的事 好像跟郭台铭都一样 比如说机器人 都会给官方看一下画面 那不就是郭台铭要做的吗 其实全世界最需要的机器人 就是郭台铭先生 然后现在做云端 不是也是郭台铭要做的吗 现在做很多事情 都是郭台铭要做的吗 包括Google 对不对 郭台铭也很想做 对 郭台铭要做的事都跟Google一样 难怪他说 Google录取的人 就是我要的人 但我想民众更关心的是 哇 在大陆加薪 百分之一百二 就引起全中国的加薪潮 那这次在台湾是加薪三倍 有没有可能也引起全台湾的加薪潮啊 今天就好 大概没有什么机会 你在泼我们冷水吗 我不是泼大家冷水 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的产业结构 跟中国大陆不一样 大陆基本上还是一个制造业 很发达的地方 但是我们台湾呢 我们还有制造业吗 我们还剩下什么东西 某个角度来讲 今天台湾我们除了电子业 而且是电子代工之外 我们还剩下什么样的产业 郭台铭要加薪 他就是要挖角 要吸引最好的人才到他那边去 所以理论上 他应该挖到其他公司的 可是你看郭海铭现在做东西 跟台湾其他的产业 有多少矛盾跟冲突 事实上没有太多 所以他影响的幅度 会比我们想象中的来的少 你再注意看 其实这几年台湾的产业 我们是失去方向 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夯的是什么 年轻人最想念的是什么 餐饮 观光 然后念出来以后他去了哪里 新加坡 他去了新加坡 是 你看其实很多我认识的 我的同学们或者我的朋友们 他的小孩子 已经开始在念大学了 他们现在要打工的方向 两个地方 一个是去澳洲 一个就是要去新加坡 到新加坡的清晶色很清楚 跟服务业相关 虽然你愿意到新加坡端盘子 也不愿意留在台湾端盘子就对了 当然第一个 新加坡的起薪还是比台湾好 第二个 新加坡华语通 所以呢 他们去那边又可以有华语的基础 又可以接触到英文 然后新加坡感觉像离台湾比较近 所以他优先选择到那个地方去 至少我们是科技重镇吧 对不起 我们这个科技重镇再不想办法会积极不保 为什么 简单 我提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像IBM这么大的公司 全球资讯服务业的龙头老大 以前大概十几年前 IBM亚洲去了总部在台湾 现在跑到上海 以前台湾是IBM的什么分布呢 有关资讯服务相关的 当年很有趣 那时候中国大陆还在还没完全崛起的时候 台湾是IBM的技术服务中心 然后新加坡是它的人力中心 马来西亚叫做会计中心 会计中心 所以你知道吗 2011年的时候有一个微妙的改变 IBM要在马来西亚设计资讯服务中心 资讯技术服务中心 IBM在马来西亚的资料中心 哇这个大楼好漂亮啊 它未来的 未来要落实会比这个更大 三亿多美金 那是一个技术服务的中心 你要知道它整个在看东南亚市场 它是把它下了重注在那里 不只是IBM在投资马来西亚的IT产业 东芝投讯法也跟进 日本的这些都跟着到马来西亚去 所以过去我们认为 科技最近的捷径是从桃园机场到美国矽谷 现在改变了 现在最近的捷径是从马来西亚到全世界了 因为很简单 你看看你那个看板上面 这是马恒失事 上面光是IT产业人有29个人 至少29个 好 来我们来看有国务院的工信部的 中国电信两个 华为两个中心通讯艺人 IBM艺人 菲斯卡尔22个 都是IT的人才 而且要讲一下IBM 目前我们所知道的 IBM的这一位 应该是他马来西亚分部的一个高阶主管 然后菲斯卡尔 他也是属于晶片业的大厂 他有22个人 这22个人里面呢 光是中国人 大概有八位 然后大概有十几个是马来西亚人 所以我过去听朋友说 其实台湾最热的班机 就是从桃园飞旧金山 是 因为他要连接竹科到矽谷 是 在那个飞机上载过谁呢 载过张周摩 载过曹新城 载过很多高科技大佬啊 但现在最热的IT班机 已经是从北京飞到马来西亚 所以在这一次的马航失踪事件 也可以看出这样的动作 很简单 因为大陆已经公布了 这些人几乎全部是去开会的 全部是去开会的 你想想看 大陆往世界各地发展 最前面是什么 IT产业 它正在四处征战 所以你刚刚谈到IBM 还设立一个重要的技术信息中心 在马来西亚 对 而且要砸大钱 对 据说那里面有一台 全世界最厉害的电脑 不在台湾 竟然在马来西亚 其实应该这么讲 这个电脑很多地方都有 但是它现在把这个 在亚洲的一个中心 放在马来西亚 1997年 这个电脑是不是叫 深蓝主题 深蓝 因为这个电脑太有名了 这个电脑其实是 这个电脑的基本 基本的发明者 是一个台湾人 是个台湾人啊 是 许峰雄 许峰雄博士 你知道1997年 我许峰雄博士 我许峰雄博士